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很多地方做得不好 我也知道 但是我需要时间来证明自己 不管是找工作 还是开公司 还是做兼职 他都一直不开窍 做不出名堂 我一年两年可以坚持 时间久了怎么办 我俩的家庭差别蛮大的 我大学以后基本都是需要自己挣钱养自己 他给我的压力太大 反而会让我觉得不舒服 我不是给他压力 我是想让他成为一个合格的男朋友 现在我也扛着家里很大的压力 他一直这样没起色 我怎么办 我不想被他拖着走 他也累 我也累 我想让他放开我 我自己可以证明我自己 有请地队情侣 有请 肖先生24岁 来自云南 自主创业 陈女士23岁 来自四川 学生 有请 今天要来是问路的 是吧 对 问什么路呢 想问一下我们以后该怎么发展 在哪里发展的问题 因为他今年毕业了嘛 不知道就是他到底是回昆明发展的 还是留在成都 我想让他和我一起 就今年先考研 考完研之后跟我一起就是在这里 成都这里就就业了这样子 你的想法呢 我现在没有那么确定 所以来听意见 是吧 那两位是怎么认识的呀 我们是同一个大学走出来的 然后我们当时是在街舞社认识的 他跳街舞特别帅 然后当时就被他迷住了 我就追求他嘛 他就答应了 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一年半了 他今年毕业了 我还有一年嘛 我也不想让他走 我真的很喜欢他 我就突然看到学校里有一个那种大学生创业的政策 我说 那我们去创业吧 我就拉着他就开了一个公司嘛 啥公司 做照明的 家里也做照明 然后也做了二十多年 也有这方面的资源 就说要不就靠这个赚钱吧 当时就这么想的 懂了 就没有想到今天公司刚弄 结果项目就搁浅了 然后他就说要不去打个短工 这样子 他街舞跳得很好吗 他街舞是跳得很好 他跳了有十年了 你跳得怎么样 我是新手 我是被他带的 带了一年 跳一段吧 跳一段吧 来 卡波老师 来 你胖子有这个就感觉特好 来吧 姑娘 来吧 姑娘 来吧 哎呀 这事有吸引力啊 三个女老师的眼睛都看直了 难怪吸引了你是吧 对 多好啊 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对吧 对 现在等于赵明生意做不下去了 是吧 踏踏实实地干其他的事呗 因为我跟他一起打短工嘛 就发现了一些问题 啥问题呢 比如说打短工其实 他人员流动是很大 所以他让你做的事情很多 比如说去当安保 就要早八晚八 然后你如果想多休息一天 你就一直加班 从晚八点一直加到明天早二凌晨 我的身体上确实我熬不住了 第二点就是 我从那些来讲 我觉得今年的话特别适合考研 就是咱俩还不如趁着这个空档 赶紧去考一个研究生 然后我们可能我们未来的就业问题 就会解决这个样子 你再想想吧 我家里也不是很支持我 想来成都发展 还是希望我能回家去 如果我就这么的回家了呢 等于说就是跟他再见了 但我真的心里又很放不下这段感情 你家是成都的吗 对我家是成都的 爸妈见过他吗 我妈妈见过 但我妈妈就好像不是很喜欢他 为什么呀 第一个点就是我妈妈是一个严控 我妈妈觉得他太矮了 我妈就想让我找一个什么 一比八五的那种高高瘦瘦的那种男孩子 然后第二点就是我妈觉得他太胖了 是不是有点就是影响健康啊 以后未来会有什么高血压三高啊那些 我下一代怎么办啊就会想到这些问题 见了一面 然后我妈妈对他就是非常的强势 就是老是问他问东问西的 然后让他也心里很不舒服嘛 就因为这个事情 我妈就有点想 意思是想让我就是找下一个 不想让我跟他继续呆了 没提你爸的事 我爸爸还不知道 因为家里是我妈妈做主的 我妈妈的意思就代表着家里的意思 学呀 听话呀 我可听话真的 可听话呀 你考研你不考 现在我还是觉得生活开支方面 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小胖家里条件怎么样 不是很好 想做一些事吧 从小到大家里不怎么支持我 你想做什么家里不支持 就说我跳舞这个事吧 也是我自己偷偷的 对 找了很多朋友 一路上有很多老师帮助我 才慢慢地坚持过来的 你家里条件怎么样 我家里条件比他优越很多很多 妈妈就是一定要让我读私立学校 就是很贵的那种 就是可能一年要两三万块钱 就是那样子读出来的 读了12年 所以我也是一个比较独立的人 就是被培养出来的 你以前就这样吗 就是这种短发 酷酷的 对 在大学我还剃过寸头呢 早上还是一漂长发 下午就把头发给剃了 为啥 其实我是一个很不甘心的人 因为我觉得我大学考的不是那么理想 我就觉得我要认真学习 就是那种发愤图腔 觉得洗头发和洗澡太耽误事了 然后赶紧就剃了个头 就觉得比如说11点半就是要熄灯了 然后我11点25冲回去 我火速五分钟冲了个澡 然后我冲完澡之后 我就可以上床睡觉了 我就可以把这个时间省下来 图腔了吗 图是图了 但我那个时候就心里陷入了一种 很孤僻的状态 觉得没有人理解我 然后我自己也不愿意去找朋友 就在那个时候就遇到了他 就觉得他是一个就是 能够给我内心里带来温暖的人 因为那个时候我太酷了 就很多男生都以为我是男生 就不愿意跟我打招呼 他就愿意跟你打招呼 然后他也不会觉得你很特别 然后我就这样被打动了 你们俩的恋爱应该是以你为主 对吧 那有一种可能是你考研他工作就好 我觉得从我内心来讲 我觉得他可能现在没有办法 能够找到那种高薪的工作 就是只能说是混着走 但是我家里肯定是不同意的 所以我就想着 要不就包装一下嘛 就哪怕是考个学行啊 就包装一下 让他自己能够在我家里 这个审视下也能够 也能够过关嘛至少 你怎么看来他家人对你的态度 可是考学也得有花销啊 我真的 我家里我说考研这个事 他们好像也不是很支持我 你家里有几个孩子啊 就我一个 爸妈是做什么的 考出租的 就三番五次的希望我能回家 然后还卡着我的脖子现在 对 还不给他生活费 就这一年就完全一点钱都不给他 那不就是为了让儿子回去吗 我还治不了你啊 对吧 我把钱给你断了 我看你回不回来 对 是这意思吧 是的 那你回家做什么呢 我回家那也只能继承我爸妈的老路啊 他们怎么想的呢 他们可能觉得这份工作比较安稳吧 客运行业也是一个刚需嘛 但是我觉得这两年 还是给他买了二手车 让他开那种 因为他刚拿了驾照嘛 就想那样子就好像能解决了 我觉得他父母就可能有点短视 就想马上让他变现的那种 我当时真的是我就很心疼他 我不想那样 对 我觉得哪怕是我让他 就是真的是跟我一起考学 我哪怕我多负担一点啊 我觉得也还可以 不是 你指的你多负担一些 是指怎么负担呢 比如说这个生活费啊 这些六四开啊 我可以多负担一点 哎 我很好奇啊 这个年龄不就是恋爱的年龄 为什么把生活搞得这么沉重呢 毕业了之后我们要踏入社会了 然后就要马上的变成大人了 然后就必须要去面对 生活当中的这些问题 如果他回去了的话呢 我肯定是不愿意的 那你跟他去呗 我的家都在成都 我妈是绝对绝对不需要 我远嫁了 而且你想回昆明可能发展 就是那种可能开个车 或者在一个房子里住 我肯定是不愿意 不愿意就是让自己去降党的 哎呀 这个小子 你可就难了啊 你女朋友思路非常清晰 要求非常明确 她规划的是给你度个金 然后好进家门 对吧 未来再做打算 你自己怎么规划的呢 其实首先吧 我其实是不太想回家的 因为爸妈要让我去做那种 一眼望到头的工作了吧 我就想自己留在成都闯闯 但眼下又是很困难的一个时期 我还想着把自己的生活先稳定下来 我再去跟他一起去进步 一起去发展 其实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对 意思是他就想先搞钱 他不想靠我 就是接近 他觉得自己有点在吃软饭那种 他不愿意接受我太多帮助嘛 就僵在这儿了 你没有规划过自己的生活吗 我曾经也规划过 你说说嘛 想着自己在大学 一方面自己跳舞 一方面自己又学着一个专业 你专业是什么 我学机械的 挺好的专业啊 对 但是我干的这两个行业 现在都不是很好 他主要他学习也不好 他就是喜欢跳舞 他现在去跳舞 他也没有办法能够养活自己 这听起来跟感情 没有一分钱的关系 但是处处都是感情 我就想拉着他走 因为他是一个就是 很想自己硬扛的人 包括他学习 包括他考试 他都不愿意跟我讲他有多难 他也不愿意去主动找人说 刚开始找朋友的时候嘛 他都不告诉我 他还遇到什么问题 然后直到就是 约会前一天还玩得好好的 直到就前一天晚上还跟我说 我明天有一个心理学的考试哦 我说你怎么办 哎呀 不知道 有个四千字的报告 我写不出来 我说那你不早就跟我说 哎 我当时就觉得 天哪 就几乎就是 老是遇到这种事情 就是他自己一个人扛 扛完之后呢 然后这个结果又不好 然后我觉得他可能 在生命当中 他真的是需要一个人 带领着他 就拉着他走 让自己真的跟到这个人 走下去 你不怕你妈看到这个节目心疼吗 我 因为我妈妈的婚姻也是这样的 我觉得他 他也是那个 就是在家里也是那个 就是带着 带着大家走的人 他也应该能理解我的这份心吧 他可能理解 但是他恰恰反对的就是这个呀 嗯 因为他不想要你再吃一遍他那个苦啊 但我从内心来讲 我觉得就是我很心疼他 就是他如果没有我的帮助 就是他真的是没有办法去 去好好的生活的 就是比如说他牙疼 哪怕那个牙都要掉了 他都不说的 他都自己一个人忍着 他都不愿意去告诉别人 直到我发现了 哎 我说你这牙怎么不对劲了 他就跟我说 然后就马上 马上带他去看医院 然后可能他那个医院 他给不出来那个钱 我说哎 算了我把你惦着吧 就是这样的 遇到过很多很多这种小的事情 那你觉得这个 这个里面除了爱之外 有没有一点施舍和拯救的意思啊 你在拯救一个人 我觉得有 但是他也拯救了我呀 他那个时候我剃寸头 然后短发的时候 那个时候心里很孤僻的时候 他也给过我温暖 所以我觉得在他失忆的时候 我也希望就是不要让他那么难 对 哎呀 我到底是心疼还是什么 而我心里酸酸的你知道吗 要不然就各自先做各自的事情 然后再会合嘛 为什么一定要按你的规划来呢 就我觉得我做事情 我能保证效率 我是一个非常追求效率的人 而且我 我是一定就是能够做到的 就是说做到就做到的 但是他的话 他一定会拖延时间 我太了解他了 他一定会就是 就是自己一个人窝在房间里打游戏 打一整天他不愿意去面对的 你有没有想过你把自己的力量 考虑的太大了 其实你做不到 你没有那么大的力量 有些事是可以为的 有些事是不可以为的 比如说没有任何一个人 可以改变另一个人的命运 是 但是 但是我在想如果他没有我 他怎么办呢 我就会这样 对 你不是他妈妈呀 我感觉我现在已经是他妈妈的那个影子了 那你觉得这样好吗 我觉得如果他在一个好的妈妈的滋样下 他可能真的就不会那么难过吧 不愿意考研对吧 对 他就不想学 那你就明确地告诉他 我不愿意考研啊 你得说出来啊 我说过了 但是他还是想 那工作怎么办嘛 就是 就我觉得做那些监制肯定 你觉得这是爱吗 嗯 是啊 就是可能大于爱了 都大于爱了 那是一种什么样高尚的感情 就是 就已经是有点圣母的那种感觉了 哎呀 你自己把圣母这个词说出来 我觉得特别好 我就在等你说这个词 嗯 我刚才就想找一个什么词来形容 这不就是圣母情节吗 嗯 有一点 恋爱当中不应该是平等的吗 你这样的做法跟他的复杂 哎呀 嗯 你看一下 鉄を 感ar在那种程度里面 就是 那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至少我看到的不在平等 在这个关系当中 尊重在逐渐地被一点一点地打磨掉 在这段关系当中 个人的东西 有人在无限地放大 有人在无限地缩小 所以我觉得你们今天真是来对了 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好不好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孩 我们就要求他 有所作为 有所成就 这在我眼里 是恋爱的漫天要价 女生 你对他的情感 他有点不舒服 我们听了以后 也有点不舒服 我坚信你一切 目的都是为他好 都是纯粹的 想帮助他 但你的爱 有点居高临下了 好男生就好女生 交出来的对的 但是关键 你要把握分寸 爱情它是平等的 如果一旦倾斜 不管多有善意 多有好意 他都是不舒服的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 自己做自己的 很重要很重要 他有一些 对你的帮助感恩 但有一些 过度的恩赐 拒绝 明白吗 因为你是一个男人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伯鸿兄 谢谢 男生你不觉得自己 现在的生活过得 一塌糊涂吗 是的 你自己知道 我知道 你知道你刚才 跳舞的时候 那个时候 你还没有讲你的故事 我和我们几个老师 真的是两眼放光 看到你在那一刻 是有生机 有活力的一个年轻人 但你的光芒 转瞬就是 你的跳舞 只是你逃避 现实生活的 一个出口而已 你在跳舞的时候 你在逃避 我不用去面对 我将来的工作 我不用面对 我要回到老家 枯燥的生活 我不用面对 这个学校的压力 我甚至不用面对考试 一个大学生 第二天要教论文 头一天说 写不出来 第二天要考试 头天还在玩 你还好意思跳舞 我觉得你爸妈 太了解你了 根本不是他妈妈强势 姑娘 他妈妈不是强势 他妈妈是太了解 自己的儿子了 什么都干不好 就开个出租车吧 还能混口温饱 你怎么就把日子 过成了这样呢 小的时候 可能爸妈不肯定你 老师没有肯定你 你现在长大了呀 你不从自己内心 找原动力 让自己站起来 找到方向 规划人生 指望谁给你支撑 他妈 所以你应该 醒一醒了啊 如果你心里还存在 像你跳舞 那一刻的光芒 对生活还是有期待的 请你振奋起来 你就不考研 怎么就不能 找一份工作 你十年研究跳舞 你再用 接下来十年 研究一份事业 我不相信你做不好 遇到困难就绕 遇到困难就躲 那你就回家 开出租车 女生 你有问题 你可能从小到大 成长的过程当中 你妈妈压制你太多了 你也从来没有被认可 所以你确实 有一点特别 你减寸头 你要跳街舞 你要让你的家人看到 我是不一样的光 我是不一样的烟火 我要强 我努力 我至少证明 给我家人看 我可以 但你从来没有活过 一天为自己 你知道遇到了他 你发现有一个人 需要救赎 你才觉得 你内心有了支撑了 你通过对他的改变 对他的帮扶 你才觉得自己 有了价值 你应该对自己 柔软一点 而不是对他柔软 你才通过对他的柔软 来支撑自己的生命 这个不对 对自己好一点 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身上 而不是对他的救赎上 所以你们都拧巴着呢 没找到自我 先找自我再恋爱 自己都没找到自个儿呢 恋爱 越恋越乱 就这样吧 谢谢 谢谢袁老师 山大老师 谁都无法当圣母 有节制地爱别人 无条件地爱自己 这句话送给你 你和他特别像什么状态啊 你觉得他快淹死了 你就是他那根救命稻草 对不对 你希望他一把死死 顿住你这根稻草 然后上岸 对不对 我告诉你 他压根没有溺水 他就想在他的世界里面躺平 你以为你爱他的方式 就是改变他 然后救他上岸 错了 爱他就是接受他 他就这样 你行吗 我感觉不太行 所以啊 你在节力地改变他 你不觉得吗 对 可是你改不动啊 你要把他变成什么什么样 跟你一起向上拼搏 然后你们两个人 一起创造好的未来 可是他不是那个人 他为什么越来越压抑 越来越逃避 他压根不响 你说那考研 他连考试的期末论文 都写不出来 你让他考研 他是那块雕吗 他不是啊 所以你做的全都是无用功 要么接受 要么离开 摆在你眼前的就这两条路 你能明白吗 谢谢莎大老师 林大老师 就这怎么就成了个事呢 孩子们 他回他的昆明去 你考研考到昆明去 这不就玩活了吗 我觉得可能昆明的大学 没有就是成都的大学质量高 可能心里还是想 很偏执地觉得 要考一个特别好的大学 才能证明自己 你要证明自己给谁看呢 给以前看不起我的人 他们当年为什么看不起你呢 其实那个时候 我学习成就很好的 最好的状态 就是班级前五 年级前十那种 但到了最后就发现 越来越学不动了 然后到最后就成了倒数 然后就考了一个 很一般的大学 假如不是在一个 很一般的大学里头 你怎么能够认识 很一般的他呢 你想删的那一些人 那你到时候 恐怕也得换一下男友 换一下生活吧 不然的话 你又努力地考进了 可以删别人耳光的 这样的学校 却找了如此平庸的男友 那么那一些 看不起你的人 不还是得这么说吗 我心里 所以你在努力地改造他 是 没有谁值得你去 回头删他们耳光的 因为他们根本不在乎 你真的在乎 你的高中同学 谁谁谁都考到 哪一所大学了吗 你会觉得哪哪哪 考到哪一所大学的 就特别厉害吗 你们这一辈子 可能在街角都遇不着 我们用得着用学历 用学校身份 去扇谁的耳光吗 姑娘 学习是什么 学习是 我知道我有不够的地方 我需要让我补充 我在扩充我 我在拓展 现在你很糊涂 而他呢 他确实不是个读书的料 我不觉得 我必须要用学历 或者学校 去扇谁的耳光 我不需要太成功 可能你是这种人 既然自己都知道 是这种人 而他却又逼着你 一定要考上一个 响亮的学校 这不是荒唐吗 你最怕的就是这一副 所以眼下不是说 你们必须要结束 还是说我们必须 接着往下谈 怎样 而是各自弄弄清楚 我们的下一步人生是什么 你别以爱之名绑架它 人家在水里 飘着洋涌呢 你非说你溺水了 我要把你捞上来 人家没有人家正享受着呢 你们两个人 如果哈 就是未来你们统一不了 这一些观点的话 迟早会分手 但这是一场很美好的相遇 你们有着一场 很美好的恋爱 而且我觉得 以你们两个人的性格 就是再见亦是朋友 一定是那种 很美好的关系 先理清楚 自己想学什么专业 爱情嘛 顺其自然 你们一时两时也分不掉 谢谢明达老师 来面对面 该怎么谈恋爱 谈恋爱 咱们回归到谈恋爱 谈恋爱是什么 真心付出 不干扰彼此的命运和抉择 这个叫爱情 虽然里面有很多扭曲的 不被我们这些成年人看好的 因素和成分在里头 但是至少你们再认真的 处理一段关系就挺好 都在为彼此着想 都在为彼此而心痛 你做你的 你做你的 不影响你们谈恋爱 现在想着一辈子在一起 有点早 可以有这个想法 但是不一定那么早 调整一下就好 挺好的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六 我觉得我可能 听了嘉宾的建议 我会着重想一下 我在昆明 能不能考上 很好的研究生 如果你愿意跟我一起考研 你就回答一下 如果你不愿意 我也不会去强迫你 我支持你做 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我首先还是要把自己 变得越来越优秀 但是你的建议 我也会认真对待 毕竟走到现在 真的不容易 我也一直爱着你 我也很爱你 我也不想让他 让考不考研成为我们的遗憾 对 就想让你不要 那么大的压力 反正就是今年 要是真的考不过 也没有关系 我还是会愿意 就是等着你 我们一定会考上 好好好 请回请回 谢谢你们 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通过 晶圆APP 天津FTV 网络电视 外市达手机客户端 收看本期的节目 欢迎登录 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登录抖音 搜索爱情保卫战的 官方直播间 并添加关注 我们在明天晚上 8点到10点开动的直播 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 帮您答疑解惑 你们还有机会连迈他们 结果就不预测了 给个寄予吧 我感受到这是一对 能够好好成长的年轻人 我祝福他们的是 恋爱谈得更加开心一点 成长 能够更加的扎实一点 来 严老师 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做自己内心的支撑 一起成长 珊娜老师 该干嘛干嘛 享受当下就完了 来吧 米娜老师 总有一天会成熟的 眼下就这么样 可可爱 简简单单的 这个是有恋爱原来的模样 就是稚嫩 就是不懂 就是给你们那么多刺挑 但是你们好 没有一个人可以挑出来 一个刺是说 我们不相爱吧 是吧 来 请开门 快点 小胖 来 一起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来 请让开门 谢谢你们 请回 来 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结婚这才半年时间 我觉得是我这辈子经历的最刺激的半年 大起大落 跌宕起伏 他就是怪我让他辞职做生意 他放弃安稳的工作 也是我们商量以后的决定 做生意哪有一帆风顺的 遇到点挫折 他就丧气 我觉得我被他操控了 现在不上班了 比上班还累 他成了我的顶头上司 督促我上班 指定任务 我很震惊 我后面是有计划的 他如果半年生意没有起色的话 会影响我们后面很多的安排 我是不可能不着急的 我就想安安稳稳过个日子 我委屈都没出说去 我很想回到我们结婚前 大段美好的时光 现在说这些都没有什么用了 婚姻就是需要两个人 共同经营努力的 不管有什么委屈 都得忍着 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王先生 30岁 来自山东 各体 张女士 27岁 来自山东 老师 有请 这是您夫人 这不是阿老婆 这是我董事长 这气场确实不一样 这怎么结了半年婚 就跑到我们这来了 感觉还不如不结婚来 别瞎说 就是说结了婚以后吧 正好自己创业 没想到又从老婆变成了 又变成了领导了 这处处都得管着我 所以说没地方说件事 反正就上这来了 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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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敢说狠话 就是苦是吧 倒苦水的是吧 对 咱从哪开始说呀 就是说结婚之前吧 两个人在一块 特别的幸福 特别的开心 结了婚以后吧 这些事闹的 一点一点也开心不起来了 经历了什么事 刚结婚完了以后吧 说工资太少 谁工资少 我工资太少 你工资少 对 所以说下来选择创业 谁创业 我创业 谁要求 你要求 老婆要求 是我们一起商量的 谈恋爱的时候 怎么不嫌工资少 结了婚怎么嫌工资少了呢 因为结婚之后 就是下一步 就是要生孩子也好 一步一步要往下走 就需要钱了 我怎么觉得 你是步步为营地 给这小伙子下拳头 没有 就一步步地控制我 开玩笑的 你过去做什么工作 在宾馆做后勤 收入 三千来块钱 是不是很稳定 对 稳定 很稳定 就是用我们父母话说的是 铁饭碗 然后结了婚以后 就是说上夜的这儿 把铁饭碗砸了 亲自给砸了 我在那儿工作了十年了 也没有什么发展的空间了 所以说就下来了 主意是你出的吧 对 是我觉得他应该 因为他比较勤快嘛 然后我觉得他应该出来 自己去做点小生意 比较好 下来之后怎么创业 兄弟 做旧衣服回收 这收旧衣服 怎么挣钱 你给我们讲讲 就是说家里边 你有不穿的旧衣服 然后我上面去 按金给用户钱 然后我就收走了 收走了以后 我就开始分类 分类完了以后 我就往外出口 他闺蜜的这个对象 跟我说一块来创个业吧 我对象说行啊 没想到越创越糟糕啊 咋了 就是没有生意啊 也没有人给你这些东西啊 所以说整天在家待着就发愁 越愁吧 越没有动力 越不想干 越不想干 这个还在家催 其实不是他说的 就是没有生意 就是你要自己出去谈客户 但是我觉得他没有 就是婚前那种勤劳了 做了这个工作之后 他总是就是 不是我逼着他去跑 他就在家里待着 我在家 我出去也没事啊 但是你要早早的你出去 你要去找人去谈呀 你在家他就客户就来了 我那么早出去 小区也不开门 我也进不去 我也没有门槛 那你没有想过别的办法呢 发广告 对啊 那你就做呀 就是他现在 就是他说的发广告 也是我去帮他编辑的 我感觉他做了这个生意之后 他很懒变的 然后也不去动脑 他天天盯着你啊 对 早晨盯 晚上盯 关键是我在 我在那个 我在原家单位 待了那么长时间 我不太跟别人 就是说再去交流了 我叫他帮帮我 他还不太愿意帮 不愿意帮我 还看着你 所以说挺无奈的 他就是刚创业 没摸清门道 就摸呗 关键是 他老姐家催啊 一催就把我整的 就没有干劲 就是他太着急了 他急的就是 我刚下来先生 就是说一步一步地来嘛 打好地基嘛 他这可倒好天天了 你收不到多少 你就别回来 那你那个绩效考核 是多少 一天算合格 一天六百斤 一天收六百斤衣服 对 收不回来呢 收不回来 你就晚回来 你晚回来 九十点钟 你晚回来 你也没有用啊 那咋办呀 收不回来咋办呀 就是这个六百斤 没有说是我 就是订的要求很高 我订的要求很低 就是很容易就能实现 一家一班 都会有个一百斤 两百斤的衣服 所以说 你只要够努力 出去应该是没有问题 就是敲门 您家有旧衣服吗 不是 就是去比如说出去谈宝洁也好啊 然后去谈就是在小区里面 工作的这种都可以 或者是你去贴贴宣传页呀 发发广告呀 这样都可以 但是他就是 我让他贴宣传页 他就说这个没有用 我说你没有试过 你怎么知道没有用 有的小学团也没有电梯啊 叫你跑上去 跑上去又要下来 一动动这么跑 干忙活也没成绩 越没成绩我越不愿干 那闺蜜的对象呢 分开了 为啥 就是他现在不挣钱 可以说是他没坚持吧 直接去干别的去了 就你还在这坚持 对 这一坚持 反正天天催我 催着坚持 那你这半年下来 挣到钱了吗 没有 收到衣服了吗 收到了 收了多少衣服啊 收了八吨吧 收了八吨了 对 那也可以啊 但刨去这些东西不挣钱 而且地狱变了 就是说我从这个区到我家那个区了 就是说那个区我没设计过 然后那个区还属于一个新区 拓展呗 对 所以说现在回去还不到一个月 这就天天在家催 就不行 打到十一二点 一点就不睡觉 晚上也不睡觉 打是什么意思 打仗 吵架 吵架 吵啥 我有的时候晚上我就会问他 我说你明天早上几点起 然后明天几点去 你打算明天先干嘛 叫我列计划 天天晚上这个样 我这哪能给他列出计划 我 就是说句实在话 以前上班也没列计划 这不是 这影响感情吗 影响 特别影响吧 我以前我是觉得他特别的勤快 所以我很喜欢他 就很崇拜他的这种勤劳 现在就是他在家里 就是也没有那么勤劳了 我就觉得很无奈 我以前勤劳是勤劳 我是什么 我是以这个单位为中心 然后出去拓展一些副业 再挣点外快 但是现在下来以后吧 一是没有这个中心点了 我到现在就是说 叫他弄到 我也没有 没有什么这种欲望了 心里没根 对 不知道怎么干 对 自己也很迷茫 对 老婆又催 对 催越催越急 对 越急越乱 对 越乱越不知道怎么干 对 真的是 现在叫我去铁管罐 我在车上待着 先待一会儿 然后再溜达 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溜达 那你后悔辞职吗 怎么说 就是也有点后悔 有一点点 没事 你后悔直接说 真的是 就是还不如 就是说 还是以那个为中心 再出去扩展 其他的行业 这个家里谁干家务 我干 对啊 那你也不挣钱了 你只能干家务了 不是 就是挣钱我也干家务 那你呢 我 那个 躺着看我干家务 真的是 在家里得端发 我也做 不是说什么都不做 我们家晾衣服 是我晾 还有呢 就晾衣服 我有时候也拖地 太不容易了 你今天 素完苦了吗 差不多了 再溯 再溯 回不去家了是吧 懂了 懂了 那未来你有什么打算吗 我 说句实话 现在 也是 还是很迷茫 就是坚持 坚持一年吧 坚持一年 如果不行的话 有可能就转行了 你觉得他是能力不行 还是能动性不行 我觉得这两者 他都有吧 他现在就是 别懒得出门了 催也催不动 然后能力方面吧 我让他出去谈 我感觉他很排斥 他说 哎呀 我不喜欢和 就是有心眼的人 去打交道 还怎么样的 那咱们俩去野外生存好了 不是 你这个 不用见人 我刚辞职 你得让我就是 转变转变 对不对 我在那里边待 就是在工作单位 待了十年 就那么些同事 对不对 也没有什么心眼 一出来的话 就重新接触 所以说 发现十年工作 白干了 对 真的 过去是在个幼稚园里 大家玩游戏 现在出来了 不对了 上小学了 升初中了 谁来都能打你一下 对 是这意思吧 而且打完我还笑一笑 挺好的 他对老公 我就想让他再努力一点 不是 你父母现在是不是怨气挺大 他们不知道 我们也不说这个事 这样的事 我们不 不是 那你来这儿 他们一看电视不就完蛋了 那时候 都过了 不 你爸妈知道吗 我爸妈知道 你爸妈啥意思呀 就是我爸妈 就之前我们吵架的时候 我爸妈就是意思就是我不要那么强势 然后不要总觉得他哪哪做的都不好 是啊 我也尝试着去改变了 但是 就不 就两天就完了 事实证明就是还是得催 你不催的话你就不出成果 难怪他叫他董事长 啥时候叫娃 明年 说是明年 谁说是明年 董事长 就是我打算的是因为这不是刚开始工作吗 然后就是他自己创业刚开始 基本上是干上半年左右 半年多点 就是工作走上正轨了 这个工作吧 挣钱也不是很难 慢慢地挣钱了 我觉得就可以开始就是备孕啊怎么样的 那现在挣钱了吗 还没有 那就备不了孕呗 对 就是我 所以我很着急 我想让他再快一点 不是 你是着急做妈妈是吧 也不是因为我们俩也不小了 三十 三十岁吗 对啊 我也很快乐 就是 你着急做爸妈 其实挺想做爸妈 挺想做爸妈 哎呀 你可以啊 你基本把它当个驴食 你知道吗 前面掉个胡萝卜 叫娃 眼睛一蒙 给我干起 结果发现老吃不到那胡萝卜 所以今天干嘛来了 你给一个核心的诉求 小老师帮你干嘛 就别让他催那么紧了 就随我去吧 对 就是说让我 让我就是说 喘口气 对 有自己的空间去干就行了 好 懂了 懂了 你这个 你陪他来干嘛呀 我是想让 就是老师给一点办法 就是让他怎么能够 懂了 就是 努力一点在 他来的意思是说 你让他别管我 对吧 你来的意思是说 你们教我 怎么把他管理得更有效 是这意思吗 哎呀 这难了 你们看能出什么招吧 让我们一起进入 球比特分圈 来吧 确实有点横铁不成钢 对吧 对 这个丈夫不服管了 跟你原来的规划 越来越远了 对 我见过圈养孩子的 还真没有见过圈养丈夫的 而且你这一个圈 一定要严格地 在他划定的范围内 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对吧 而且他给我弄了个冷静角 什么冷静角 也就是说 就是 万一在这个圈内你不听话 对 就得去站在那 冷静两分钟 冷静完了再说 而且我认为 真的要冷静的 不是他 而是你 做妻子 我们爱自己的丈夫 甚至 可能我们对他 有些不满意 有些遗憾 两个人可以沟通 双两好好的说 我们怎么做 而不是像你这样的 替丈夫做人生规划 工作规划 生活规划 新婚半年 他为什么说 还不如不结婚好 虽然他是调侃幽默 但难道不是新生吗 你考量过 他的感受没有啊 冷静角 我真的不想说什么了 我建议 明天开始 自己强一把 把冷静角取消了 来来来 年老师 不能取消 就得每当女士 一想育夫的时候 一想管教她的时候 自个站那冷静一会儿 我老公和我是平等的两口子 我也不能老灌输 给她这样的思想 你去冷静 不是她冷静的事 我能理解 你是想过热气腾腾的生活 想过蓬勃向上的日子 想把日子越过越好 对吧 将来再生个宝宝 我们家三口 多么的幸福 但你现在 就是要把它培养成一个 两面三刀 跟你阴凤阳眉 表面一套 背后一套的人 那她现在自己 不愿意去做你 逼她做那些事情 那以后就只能跟你 真的是表面一套 背后一套 说出去干活了 溜一串 指不定干啥去了 真的 你会把她逼成这样子的 所以 我们想过好日子的心 是需要我们 日复一日 行动一点点去做 而不是拔苗住着 你脚步慢一点 小伙才能炖出好菜来 你急了那胡了 希望你们越过越好 谢谢 谢谢 谢谢阳老师 珊娜老师 你俩离了吧 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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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 我要是她的话 我早跟你离了 这过得是就日子吗 时间长了 你会让她离你 越来越远 你会把她变成那个 不想回家的男人 她会觉得一回到家 空气都是压抑的 一回到家 就看到那个冷静角 一回到家 就看到你一张扑克脸 一回到家 就想起 外面的世界多精彩 你应该清楚地认识到 你找的是一个 什么样的男人 你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 自己是一个 什么样的女人 如果你是一个 非常有能力的女人 那你就发展 你自己去好了 这个家 你就把她撑起来 她可能就是 这样一个男人 你让她按部就班地去上班 你现在就是没有认清 你的男人 也没有认清你自己 让你们两个人的日子 都过得非常地稀里糊涂 都非常地别扭 所以你必须要赶快 转变你的思维 我刚才一直在 想我以前跟大家说过的 这个 就是幸福婚姻 离不开几件事 我觉得有几点 非常 想要分享给你听 第一个就是 你要学会倾听 你要听听她在说什么 她跟你反馈的是什么 第二就是 你不要吝啬 对她的赞美 如果你每天 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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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就会让她 越来越没有自信 她就会去 别的女人那儿 找自信了 第三点就是 女人有的时候 需要学会示弱的 你只有示弱 让她找到 她在家里面的价值感 她才会回到这个家 后面还有好几点 你们要是过好了 我再分享给你听 就这样 好 谢谢珊娜老师 米娜老师 我赞同女人 对于生活 有很高的要求 但是我一向认为 女人应该拿那个鞭子 抽的是自己 你得苛责自己 你为什么要让你的丈夫 来满足自己 所有的贪欲呢 除非你认为 女人本身就是差劲的 所以你才认为 男人得来替我圆梦 可是如果女人 本身就是差劲的 你凭什么拿鞭子 抽她 让她冷静呢 所以为什么 我看着你们两个人的时候 我脑子里会对标的是什么呢 是那一个就是 普希金啊 他的那个童话长诗 渔夫与金鱼 渔夫救了一条金鱼 金鱼说 感谢您救了我 现在我满足你的愿望 你说吧 要什么我都给你 他说那你给我个桶吧 我要个新桶 老太婆家里头的桶坏了 然后拿着新桶 回去找了自己的老婆 老婆一听说大骂她 有一个金鱼 可以给你这么好的东西 你居然只找它 要了个木桶 于是她又去找金鱼 等等等等 老太婆贪得无厌 一再地要啊要啊要 要到最后 当了女王也还不乐意 跟老头子说 你必须找到那条金鱼 我要统治整个大海 我要让金鱼为我服务 我要做最厉害的女王 然后老头子又去了找了金鱼 告诉金鱼说 我的老婆要让你为她服务 她要统治整个大海呢 金鱼沉默地看着看她 回到了海里去 她回去了 一看 你们又变回了原型 依然是过去的小破屋 依然是过去的小破头 你们又从女王变回了 渔夫和渔夫的老婆 就是这样嘛 一个贪得无厌的女人 会把自己丈夫 原本可以用自己的善良 原本有的好运 都被老太婆给缴的 什么都没有了 你的丈夫在娶你之前 人生是有好运的 十年的安稳 挺踏实的 在这样的一个踏实的岗位上 也就兢兢业业 快快乐乐的 才造就了她阳光开朗 这样的她吸引了你 取悦了你 可是你在跟她结婚之后 立刻着手改变她 毁了她的安稳 然后每天在家庭里头 碾压她 精神上压制她 摧残她 还希望我们帮你 更好地改造她 她已经被你一手给毁了 我们最多就是 帮她能找回过去的自己格 而不是成为 现在你被她改得面目全非 她看你已经都不是你了 她看到的是 对整盘婚姻的失望 就是我一直都觉得 男人怎么宠老婆都行 但是在关键的时候 得学会对老婆说不 老婆要求你辞职就辞职 你是在毁家 万一找不着好的工作了呢 万一以后连四千块钱的 安稳都没了呢 你知道现在能保持 有一个人安稳 就能够让你们的小家庭 过得是在轨道上 但是作为培训老师的你 却把安稳拉进了变动 目前因为自己工作的不稳定 就越发地惶恐 就希望伴侣帮你稳下来 但她其实能力有限 原本可以稳一个人 但是你现在想让她 把两个人一起稳 她有点做不到 给她时间 祝你们幸福 加油啊 谢谢 谢谢敏大老师啊 我是只能一声长叹 因为两个不独立的人嘛 一个看起来强势 其实不独立嘛 想从婚姻当中索取未来嘛 一个看起来好像是 逆来顺受的一个老公 其实也是不独立嘛 脑子没长在自己的头上嘛 三十岁还没有弄明白 自己到底要干什么 其实我也真是觉得 现在不是讨论 怎么去创业的时候 你们要重新全盘讨论一下 还有什么方式可以补救 我觉得更现实 更务实一些 咱们不讨什么公道 回家该做饭做饭 该怎么着怎么着 自己的路自己走 你们还是两个相对的个体 好吗 家庭的路一起走 职业的路自己走 好吗 明白 一起进入真情流 我想跟你说 对不起 这段时间 是我强迫你 做了太多的事情 我也是有点着急 因为 因为 因为我的婆婆 就是特别地相信我 就是当时妈妈不愿意你离职的时候 然后但是她觉得 如果我想让你离职 她就相信了我 所以我着急证明给她看 但是我忘了 应该去相信你 所以对不起 以后我会多给你一点时间 让你自己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感谢 感谢 没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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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的都热烈盈眶 那琴之类 我相信她最吸引你的就是那个 没事 没事 对吧 加油吧 好不好 谢谢两位 请回请回 加油加油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23606301 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 我们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哎呀 真是挺感慨的吧 真的很感慨 遇上了一个好老公 但是妻子要回归到 一个妻子应该有的模样 当然肯定伤出了 哎呀 你要说好老公的话 也就是从听话这个维度吧 但是从责任和成长来说 好像差点意思 严老师 我觉得成长是终生的嘛 所以 来得及哈 他们相爱 方式方法有错可以调整 爱可以去弥补 或者是彼此包容和等待 刚刚开始嘛 经历这些都正常了 今天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从现在开始改变 我觉得他先生 这一辈子做的最重要的决定 就是来这栏目组 哎 真的 啊 其实他俩挺配的 站在那儿 我后来就偷着乐 为啥呢 就是一个是没头脑 一个是不高兴 然后组合在一起 他俩就特别和谐 行吧 看看他们俩怎么相见吧 来 请开门 快去 跑不了 来吧 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谢谢两位请坐 感谢老师 这位老师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 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